精彩 在精彩之際又覺得很溫暖 我覺得雲宜人 一直人說雲宜人 如果出話做事情 不是就去台北的家人 吃飯 但是總結了那個感覺就是有個性的雲宜人 今天聽完的是非講話的雲宜人 但是聽完整個檢報以後 我覺得雲宜人好貼心 真的很貼心 而且很會照顧照顧老人家 所以這看起來非常勇見的 主事長跟沈戰士 原來是心很細 也很會照顧人的兩個大男生 大家看不好看 今天我們是重新認識雲宜人 也重新避易雲宜人 因為我們的憲法有一個好的長青食堂計畫 讓每一個人的自我性 每一個人這種善良溫暖的內面 都更均勁地發揮出來 也改寫了命令的這種定義 我們再看長召2.0在各縣市的執行 很快